我觉得两者可能都可以再调整一下 很难说稳定 中国是步步进逼 非常的险峻 但是我想也不至于到地动天摇 我们可以知道台湾是一个非常自由多元的社会 就是有强烈反中国的 但是也有赤裸裸在拥抱中国的 绝大多数人还是中间分子 所谓维持现状 所以我想蔡总统的维持现状 其实就是因应绝大多数人的期待 现在中国所谓有31项让利 特别对年轻人求学就业等等 谁都看得出来 他是刻意在用这种方式 一方面把台湾的优秀人才强力的吸收过去 另外他一定到了中国以后 你必须要遵照他的 你不可以讲台湾 你不可以有台湾意识 你只能拥抱中国 这种思想前世之下 他是在培育新的台湾中国人 这是统战也是统一台湾的步骤 所以事实上明眼人都知道 他用软的硬的 那不要讲硬的非常清楚 陆海空不断的逼近台湾 不断的绕岛 所以他已经是用很多事实 要告诉说 我就是要一步一步的拿台湾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想在台湾比较过度的民主 所以公然亲中反台的人士 在台北也一样获得宪法的保障 这就是台湾的价值 当然也是我们要为自由付出一点代价 谢谢大家